大家好 在开始前请您顶一下视频 占用您两秒钟对我们非常重要 欢迎点赞留言打赏并点击订阅 今天我们用GAMP来做一个火焰字的效果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文件点击新建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 我这里就没有用快捷键 大家尽量用快捷键操作 我们做一个正方形的图像 宽的话是1080 高也是1080 我们填充选择背景色 我们点击确定 现在用文字工具来写个文字 我们这里写个2 把它大小换成500 改成粗体 好我们对它进行个移动 点击移动工具 稍微中间的位置 现在我们创建一个图像副本 我们先把上面的隐藏 我们点击下面的副本 我们现在加入一张素材 加入一个 兴空的素材 好 我们把不透明度稍微调低一点 点击移动工具 将素材的光影跟我们的文字 做一个较好的搭配 好 我们把不透明度调回去 我们点击下面的文字图像 点击鼠标的右键 点击透明通道 到选区 现在我们点击上面的星空图像 我们给它写个名字 叫星空 现在我们点击添加萌版 点击选区 好 我们点击添加 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图像的副本 我们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应用图像萌版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隐藏 好 把这个提到上面来 点击下面的文字图像 点开显示 我们点击增加一个图像萌版 现在我们点击剧情工具 模式选第一个 好 我们画出来一个选区 好 把我们的白颜色拖刷进来 现在我们点击上面的星空图像 点开显示 现在我们点击删除键 现在我们取消选区 点击选择图 好 我们现在点击下面的文字图像 点击缩放工具 好 将文字缩小 调整好以后 我们点击缩放 我们现在给上面的星空图像 来加一个投影 点击滤镜 点击光照和阴影 我们这里找到投影 为了方便观看 我们把下面的背景图像 先隐藏 我们把它的关联去除 好 我们来调节它的位置 好 我们把它的颜色改成红色 然后点击确定 我们把这个文字稍微调一下位置 点击移动工具 好 我们点击下面的星空图像 再做一个副文 点击鼠标的右键 删除图像萌版 我们把这个文提到最上面 现在增加一个图层蒙版 点击添加 现在我们把背景打开 我们现在点击画笔工具 我们选这个笔刷 现在来看看效果 好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焦点 移到图层上面 现在我们点击滤镜 点击扭曲 点击波纹 这里做一个波纹的效果 好 这里我们就可以进行调节 好 调好以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 现在我们再增加一个透明的图层 还是点击我们的画笔工具 好 同样前景色是白色 笔刷呢 还是这一个笔刷 我们来画一些淹墓的效果 好 现在我们点击滤镜 点击扭曲 这里我们点击波纹 做一些调整 OK 好 点击确定 好 我们现在再增加一个光亮的效果 图层的模式 我们换成 点击 这里的不透明度 我们可以做一个调节 好 我们现在把它往下挪一个图层 然后我们把这个位置移动一下 不透明度调低一点 今天的演示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支持本频道的发展 点赞 留言 并点击订阅 点击波约 点击波约 点击波约